各位观众,今天虽然是我第一天的復复节假 但今天早上收到有网友或观众的Google Form中的提问 所以也在拍影片一回答 不过因为今天是第一天的復复节假,所以已经睡了 所以现在到下午才去拍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首先就是一条Polylamic的题目 它的部分A就是求K的直视得 就是KX3次方-21,X2次加24,X-4的因式 所以用这个因式定理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在DSE中很喜欢推出的这类题目 就是因式定理或余式定理 就是找余数或因数 所以这个做法就是 因为我想除了X-2可以除了尽 所以我们将X等于2代 所以我们将X等于2代 再加24,X2,X-4等于0 然后我们将K分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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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按下继续设定 首先前面2到3次可以先处理 然后就是-21X2的2次方 跟着再加48,再减4 就是减40 如果40 去除8 便是5 所以K 算是5 接著到 Part B PART B 我可以在旁邊寫 PART B 則有一個圖4 有一個圖線顯示了 Y15x 2 次 減 63x 加 72 的圖 Q 就是在第一象限中 可以移動的點 可以沿著這個 第一象限大,所以不能超過 P 和 R 分別就是 Q 對到 X 軸和 Y 軸的位置 如果我切 M0 就是 P 的左標 用 M 來表示 長方形 OPQR 的面積 而長方形是長成闊 換句話說,因為這是 M0 的關係 所以這個距離長度就是 M 即是長,所以我要的就是闊 而闊 這個闊是有多長 即是有多高 其實是取決於 Q 的座標 而因為 Q 是 M 的正上方 所以 X 座標跟著是 M 但是另一個 Y 是未知 但另一個 Y 是未知的 不過又因為 Q 是在拋物線上 所以 Q 是在拋物線上 於是 Q 的座標 於是 Q 的座標 會是 M 和 15 M 2 次 減 6 M 3 M 再加 7 M 2 知道 Q 的 Y 座標 其實對應就是 Y 座標 即是代表這個高 所以面積可以表示 所以 OPQR 的面積 我寫英文 懶寫中文 面積太多筆話 會是長成闊 即是這個闊 所以就是 15 M 2 次 減 6 M 3 M 再加 7 M 2 不要忘記住 然後你可以把它剪開 所以 15 M 3 次 減 6 M 2 次 再加 72 M 就是 B 1 的答案 當知道 B 1 之後 最後 B 2 問 Q 是否有三個不同的位置 令得這個長方形 OPQR 所以 OPQR 的面積剛剛在這裡找了 所以不用再重新找 他問是否有三個不同的位置 Q 就可以令到長方形的面積是 12 M 2 所以我就不妨 令這個面積是 12 M 2 所以我先寫了 15 M 2 即是抄回第一部分的答案 要等於 12 M 2 然後我想解了這個方程 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個 M 了 即是解了這個方程 有多少個答案 就是有多少個 M 了 而因為這條是三次方程 它最多會有三個 但又不一定真的有三個 所以我們就要檢查一下 是否真的有三個 這也是典型的解一些 三次方方程的題目 我把它放在一旁 就會比較容易看其他東西 放在一旁 然後我再看看 就是比較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發現 我們其實發現 Part A 做完之後 是從來都沒有用過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 Part A 怎麼用到的 這個 K 是 5 所以就是 5 X 三次 然後是 2 X 次 然後是 2 X 次 然後是 2 X 次 然後是 4 X 次 所以你對方就是 5 次 如果是 3 次方 21 是 2 次方 24 是 1 次方 然後 – 14 是 齋數字 你會發現 相同的地方就是 全部都是乘3 所以換句話說 你把剛剛我寫這條 面積的方程式 將它全部一齊除3 就會變成第一個 Part A 那個句 所以我把它拆走一些木位 即是看完的東西 然後我寫回它 我把它全式除3 所以就變成 5 M 的 3 次 減 21 M 的 2 次 再加 24 M 再減 4 右邊也要除3 那等於 0 不過 0 除3 也是等於 0 然後這個我們就可以用 Part A 那 Part A 我知道 X 減 2 是 因式來的 即是除得盡 所以我可以做一個長除法 長除法也是在這類型的題目裡面 是非常常用的 尤其是在這個叫做 3 次方的方程裡面 希望不要太亂 我先把這個位置拆掉 那已經用完了 我就拆掉它了 然後做到長除法 除了 X 減 2 那長除法也是一定要熟的 因為在這類型裡面的題目很常見 那我除的時候 我不是除 X 減 2 所以我應該是除 M 減 2 因為這個尾次數是 M 所以就 5 M 二次 5 M 三次 減 10 M 二次 接著就減一減它 負 21 加 10 就是負 11 所以就減 11 M 接著就拉 24 下來 所以就減 11 M 二次 接著再加 因為負負得正 那就 22 M 最後就是 2 M 減 4 所以加 2 就完成 換句話說 這個如果你把它分解 就是 M 減 2 再乘 5 M 二次 減 11 M 再加 2 等於 0 那沒什麼位置了 所以我就拆掉中間的圖 那部份 這個我用完 就拆掉它 因為只差一點步驟 那要再紙上來做的話 這個是有兩個乘埋 是等於 0 所以就代表著其中一個 都是等於 0 即是說是 M 減 2 等於 0 或者是 5 M 二次 減 11 M 加 2 等於 0 其實到這裡已經可以用計數機幫忙 M 等於 2 或者是另外那個 我按這個 因為旁邊這個是二次方程 我用計數機的公式 方法是 0 1 是 5 負 11 然後 2 你計算到就是 2 和 0.2 所以就是 M 等於 2 或者是 M 等於 0.2 這樣就不夠位 所以密一點 於是你會看到 那三個 M 的答案 分別是 2 2 和 0.2 所以結果是什麼 它就是問是否有三個不同的位置 但是你會發現其中有兩個 M 是一樣的 所以就不是有三個不同的位置 所以最後結論就是不是 記得要回答不是 因為我們以前試過 在 DSE 測試過 因為忘記答答案是否是 而扣分 這種在 A2 中 都是一些常見的題目 就是用多項式 因式分解、三次方 都很常見 所以這條就是這樣 好了 下一條就是一個軌跡的問題 它會有兩條平衡線 所以我先描述一些重點 有兩條平衡線 然後它的 Y 截距就是 負 1 和負 3 那它的 X 截距就是 3 這個可能要畫圖 容易一點看 那你會看到 大L 大加L 就是 Y 截距是負 3 X 截距是 3 所以這條會完全知道位置 大L Y 截距是負 1 所以大概就是負 1 然後 X 截距就是 3 所以可能遠一點是 3 正3 而大L 就是這條的直線 小L 小L 就是 我先描述一些圈 小L 就是 Y 截距是負 3 所以它應該低一點 Y 截距是負 3 然後另外 另一件事也知道 就是因為它是平衡線 所以也知道 小L 的方向就是這樣 小L 小L 所以我們要看看 P 的軌跡 P 的軌跡 P 的軌跡 會令到 P 由 L 的垂直距離 是等於 P 由 L 的垂直距離 是等於 P 由 L 的垂直距離 即是 P 由 L 的垂直距離 即是 P 跟 L 和 L 的距離 是一樣遠 所以應該是在正中間 所以軌跡就是在正中間 所以軌跡就是在正中間 這個就是 Gamma 所以我會用這個符號 所以就描述這個 Gamma 和 L 之間的幾何關係 所以我們要看 Gamma 和 L 因為它要在正中間的關係 而本身兩條是平衡 所以都可以平衡 所以寫法就是 Gamma 和 L 平衡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求 Gamma 的方程 即是綠色那條 首先平衡是可以知道它的邪律 所以可以先寫下邪律 我先寫英文 因為我不是很習慣寫中文 那我Slope 即是邪律 就會跟 L 一樣 所以我就可以用 L 來計算邪律 而這個 3 即是 30 這個 負 1 即是 0 負 1 我可以用來計算邪律 那就會是 0 減負 1 over 3 減 0 所以就是 1 over 3 這是邪律 除了斜律之外 我們要計算方程 還需要知道一個點 所以除了斜律 就找多一個點 而最簡單的點 就是因為這條 Gamma 要在大 L 和小 L 的中間 所以我拿回大 L 和小 L 的 Y 距 所以Y 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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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以用來書Y 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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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除2就是中間 所以就是負4 over 2 所以方程就是 英文的方程就是 y 等於 mx 加 c 就是斜率和 y 截距 所以 mx 加 c 就是 y 等於 m 就是 3 分 1 x 再加 c 就是 2 這個就是 a 2 的答案 接著到 b 1 就是圓方程 就是 x 減 6 的 2 次 加 y 次 等於 4 所以就知道了圓的位置 他就說把圓心記作為 q 想檢查一下 上面 part a 2 的軌跡是否穿過 q 所以我可以先寫一下 q 因為我可以直接看到 這是 x 減 什麼 y 減 什麼 就是圓心 圓心就是 60 然後我把圓心代入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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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左邊 就是y y 就是 0 而右邊就是 x 減 6 減 2 都是 0 所以會穿過 q 所以我不會寫了 所以我不夠位置寫這麼多字 如果下次有些圓 你可以拍多一點下面的空甲 就可以寫上去 這個 b 1 所以左右雙等可以穿過 也解釋了 然後到第二個部分 如果L 與 C 相交於 A 和 B 然後軌跡的 Gamma 與 C 相交於 H 和 K 然後問你 A 和 B 面積 這個非常麻煩 因為它沒有圖 所以一定要畫圖 一定要畫圖 首先就是 剛才的圓圈 你不畫圖是很難看的 所以要畫圓圈 原心是60 原心是60 原心就是X 軸上 所以應該是這個位置 因為我在 B 1 也有檢查過軌跡穿過的原心 所以就是在X 軸上 軌跡穿過的原心 然後這個原心就是60 然後這個圈 另外你可以看到 這是R 二次方 即是半徑是2 所以這個是60 所以半徑是2 即是這個位置是3 即是6-2 即是4 所以這個圈可能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圈可能大概是這樣 畫好一點 圈可能大概是這樣 然後看看它的意思 它的字就是 如果L 和 C C 是一個圈 如果L 和 C 相交於 A 和 B 所以L 和 C 相交於 A 和 B 即是這個位置就是 A 這個位置就是 B 而軌跡 Gamma 和 C 相交於 H 和 K 所以這個就是 H 這個就是 K 那我就要問你 A Q H Q 是原心 那我就要問你 A Q H 和 B Q K 的面積比 所以我可以 就是 highlight A Q H 就是這個 比較細一點 不如我可能放大一點 看看這個比較容易 只要看一個 A Q H A Q H 的面積 和另一個就是 B Q K B Q K 的面積之比 這個其實你不難看到 因為這個圈是有一個對稱的特點 因為軌跡是在中間 然後那條橫線也是平衡軌跡的 所以應該很容易看到 因為這些是半徑 還有這半徑 還有它左右對稱的關係 所以這兩個 應該都比較容易看到 它是完全一樣的 這兩個三角形 所以你只要看到 這個完全一樣之後 其實都不用特別寫什麼 你知道就是 三角形的 A Q H 和 B Q K 全等 所以面積比就是1比1 我不寫中文字 因為比較多字 所以難寫 這就是另一條 下一條是一個面積的題目 那它就會有一個圖中 3A 就有一個半徑是48Cm 和高是96Cm 的實心金屬直立圓錐體 即是一個空 然後就用Pi 來表示圓錐體的體積 這個很簡單 就是背色的 所以就是3分1 Pi R 二次 所以48的二次 接著H是96 所以只要按計數機 48的二次乘96 再除3 那它要留一個Pi 二Pi 表示 所以就不按Pi 所以是73728Pi 的Cm 3次 接著呢 然後呢 它就將這一塊 將這個半徑為60的半球容器 即是這個球體 是60的半徑 然後呢 就放在平面上面 以這個容器裝滿牛奶 哦 它還沒有放下去 因為它到這裡才講Pi 所以它還沒有放下去 就不用計算 首先就是把這個 這個碗的形狀 就是放在水平面上面 然後裝滿牛奶 然後就問你 是裝了多少牛奶 所以這個也是很簡單的 因為這個它還沒有放下去 就只是問過碗的容量 所以就是問有多少牛奶 所以這個是碗的體積公式 就是半個球體 所以就是半個球體 然後球體的公式 就是4 over 3Pi R3次方 就是60的3次方 這個也是按起數機的 我選擇它 就變成2 over 3 就是2 over 3 然後也是留起Pi 所以就乘成60的3次方 結果呢 就是144 0 0 0的Pi Cm 3次 這個B1 然後B2 就是說 如果把partA的圓錐體 就放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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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裝滿了 就會滿寫 所以滿寫了之後 它說 現在公上就說 剩下來的牛奶 是多過0.3的立方米 小心 這是米 應該可能留意那個單位 接著就問是不是 所以就放進去之後 外面這個位置還剩下多少牛奶 這樣而已 這條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這個60怎麼用 因為 這個 在partA那裡 計算了牛奶的體積 用了60 但是去到partB 你怎樣在60 上關係 這個呢 因為你在 計算 還剩下多少牛奶 應該是要計算 中間有多少浸了下去 就是那個圓錐體 有多少浸了下去 就是這個部分 而這個部分 有多少浸下去呢 很重要是這個高 這個高 我叫H 很重要的 但是這個高 如果你沒有特別方法 找不到它的話 就很難搞 所以 重點就是 其實 那60怎麼用 那60怎麼用呢 就是這個 就是那個 碗的圓心 球體的中間 那你把這個 連回到 圓錐體的底 那這個當然也是H 因為它浸下去 很高 所以拆了外面那個 那60怎麼用呢 就是這個 60的圓心 連到這個邊邊 連到這個邊邊 這個重點就是 連到這個邊邊 這個也是半徑來的 因為它是球體 所以全部都是60的 所以 這個也是60的 然後 如果我再拉回 這條橫線 這個是本身的 圓錐體的 底的半徑 所以 這個是48來的 用這個來 計算H 這個就是最重點 整條裡面 最重點就是這個位 所以我們可以先計算這個 然後你知道它多高之後 就自然知道有多少 浸下去 代表滿寫了多少 就可以知道了 好了 所以這個H H就是用不是定理 來計算 60的二次 減48的二次 那這個應該是36 那我不敢計算了 因為我都背得熟 然後呢 計算到它36高之後 即是意思呢 現在就是圓錐體 下面是36是浸了的 我想知道浸了的 是多少 那這個用回我們做圓錐體 裡面那個 斬了頭的那種 平字頭體 英文叫Frustum 那這個計法 然後呢 計算它上面是多少 而因為它整個高是96 所以上面就是減了 即是60 我們也需要知道上面的半徑 那才可以計算它浸了下去有多少 即只是下距有多少 那這個就用回相似三角形 即是我用回它的前面的三角形 那所以呢 即是上面這部分 我們不想計算那部分 即是我們不想計算上面那部分 那不想計算上面那部分 那高就是60 然後整個高就是96 那就會等於呢 這個的 它的半徑 上面那部分的半徑就是R 然後下面那部分的半徑就是48 那這個就會計算到R 那因為看到是乘2的關係 所以R就應該是30 那你計算到上面的R是30 之後呢 就可以只計算下面這部分 那所以呢 下面這部分呢 那那個體積呢 就會是減回的 那就是 用A的答案 A的答案是 73 728π 再減回 正是上面 正是上面都是那條色來的 那就減回 我不夠位置在下面寫了 那就減回 就是這個3分1的π 30的2次 因為這個半徑是30 然後高是60 那就減回 這個按K了 那就是 73 728 減 減這個3分1 再乘30 的2次 再乘60 那減了出來 就只是浸了下去的部分 那所以呢 就計算到是5 5 728π 的cm 3次 那這個 只是浸了下去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浸了下去的部分 那所以呢 減了下去的扣 就是最後剩下的牛奶了 那所以最後呢 他再做決定了 其實應該要做出來的 然後再寫回 不過不要太亂了 所以 所以 就是 剩下的牛奶 那 就會是 本身 所有的牛奶 就是14400π 減回 這個浸了下去 所以是 會滿寫了 就是5 728π 然後再按一按 所以 14400 減回這個答案 那就乘回 那 就會計算到是 277 314 那 277 因為我要計算實數 所以我現在按了 那 277 314.6667 那 他的cm 三次方 但是他問的是m3次 所以我把它轉一轉 而cm 轉m 就是除100 三次方 就除3次100 就是一次 兩次 三次 所以 就是0.277 314 的 立方米 發覺 比较小於0.3 所以 就不同意 記得回答不同意 這條就是 體積的題目 然後就是一個 統計的題目 這是一個幹頁題 就是 Storm and Leaf Diagram 就是 列了所有的總數 他問的是 中學生在某星期做加課的 用了多少時間 有20個回覆 而 意思就是 10 10 11 12 23、13、14 這些比較容易 可以明白的 那些 都盡量 熟悉 這個 就求這個 20份問卷的 平均值 和中位數 平均值 就是可以 很簡單地 加上 除了總數 所以這個 我就比較喜歡用計數機的 就是這個 統計模式 就是Mode 4 然後 先清掉資料 就是Shift 91 記得按1 不要按其他 Shift 91 清掉資料 就進去 10 有兩個 接著是11 有兩個 接著是12 接著是13 14 15 有兩個 16 有兩個 17 有兩個 20 有三個 接著是25 28 接著是34 36 20個入了 亦可以測到是20個 然後 平均數就是Shift 21 平均數是18 所以 平均數我都會寫英文 因為我習慣都是寫英文 有個 面是18 然後 中位數就是 英文 Median 我也是寫英文 中位數就是找正中間 因為有20 所以分一半就是10 小的半是10 大的半是10 所以就找10 和兩個10的正中間 這裡是1 2 3 4 5 7 這個正中間 所以Median 就是16加16 再除2 所以都是16 因為兩個是一樣 正中間也是一樣 然後 接著就是 第二 B B1 就是志成再收到4份問卷 他知道這4份問卷的平均數是18 然後知道 這4份問卷的其中2份 就是19和20 所以 加上這4份 然後24份問卷的新的平均數 你留意本身的平均是18, 然后新的平均也是18 所以这个不用特别计算 因为本身平均是18, 加上的平均是18, 最后结果是18 所以新的平均是18 接着到2, 这个不用计算 因为两个平均和加上的平均是一样 所以新的平均也是一样 然后就问这四份问卷 计算到的中位数和A计算到的有没有可能是相同呢? 即是说加上那四份之后 新的中位数会不会也是一样呢? 这个可以先计算少数 因为它比你说其中有两份是19和20 就是未用过的 所以我首先知道就是另外两份 另外两份的加上 四份问卷平均是18 所以总数应该是18乘4 所以扣19和20 就知道另外未知那两份是多少 所以这个就是18乘4 减19减20 那就是33 即是说另外两份加上要是33 但是你会看到 因为它已经有一份19、20 所以如果加上这个干页图 我用另一个颜色表示 加上去就会有加一个9 在这里 加一个20 在这里 而因为加了它总共有24份问卷 所以24份问卷 应该是12、12 这样分 一半一半 而你会看到 加上去的19和20 它都是属于原本的median的后面 所以如果你要保持到median是一样的 就应该你两个都要 剩下那两个都要在这个median 旧的中位数的前面 因为你现在已经有两个在后面 所以你这里都要有两个在前面 你才可以保持到这个也是中位数 但是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有个特别要求 就是它们加上要是33 如果你两个都要在前面 即是你最尽都是16、16 但是16、16加上就只有32 那就去不了33 但是我们的平均要求 一定要剩下那两个加上是33 但是如果你想保持中位数 即是你解释可以这样 就是如果我想保持中位数 那我就一定要前面有两个 最尽都是16 就是前面那两个最大最大的都是16 但是你发觉在最大最大的16 而现在就不可能 所以结果就是不可能 所以结果就是不可能 好,那这条都要改变了 接着呢 就是有一条是体积的题目力 这个是柱体 它的体积就是1020的立方厘米 然后底就是一个梯形 就是ABCD的梯形 这个梯形就是平衡的 这个柱体 大家知道就是底面积成高的提积力 然后也知道就是BAD90度 所以上面看下来大概是这样 就是ADBC 大家知道这个90度 而且AB是12 即是AB是12 然后BC是6 即是6 然后DE是10 DE是10 所以就求AD的长度 求AD的长度就是这个 我们也是用底面积成高就可以了 底面积成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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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梯形 如果AD是未知的 我想找 上底加下底 成高 随二 那就是底面积 底面积再加上这个柱体的高 柱体的高 柱体的高 可能分开就是平衡四边形的高 和柱体的高不同 然后就乘10 那就是体积 那就是1020 然后呢 你只要解回这个方程 就找AD出来 所以这个就要解回它了 那就是1020 那我就可以相续 乘过去 随过去 随过去 那就是最后减6 那就是1020 那就是先乘2 接着再除那10 接着再除那12 接着再除那12 那接着最后减6 所以就会算到AD是11 那接着呢 那这个B呢 就是那个 问这个各柱体的总表面面积 那总表面面积呢 就是这个是因为 它是梯形的柱体 那所以呢 它这里在旁边 即是树起了的旁边 就是会有这个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这样的 就会有四块 那然后再加上 顶和底 那总共是有六块面 那所以将这六块面 加上就可以了 那加上六块面呢 就是 相信其中一个 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是 这个 这块 这块斜面 因为这块斜面 它那个斜边 就是这个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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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要计算斜边的长度 而高就全部都是10 它旁边树起的那些 所以我可能要计算一下CD 而CD 如何计算呢 CD就是用这个不示定理的 将条BC 打动地推上来 所以这个也是6 然后这个6 刚才计算到AD是11 所以这一部分就是11-6 因为整条是11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一下CD 用不示定理 然后这个12也可以推过来 12 所以那个CD 可以用不示定理计算一下 就是这个 11-6的二次方 再加12的二次方 这个是52 所以13 这个也是平时倍速了 但是你按计算机 也是可以的 知道CD是13之后 再加上高 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积 所以那个总标的面积 就是 总标的面积 英文就是Total Service Area 所以写简写就算了 将所有的面积 首先就是这个BC 乘高 所以就是6乘10 接着就是CD乘高 所以就是13乘10 接着就是后面AD乘高 所以就是11乘10 然后最后就是AB乘高 所以就是12乘10 然后这里有4块 另外再加上顶和底 两块 这个面积其实刚才已经计算了 就是6加11乘12 于是按计算机可以 很快按下去 就是60 再加130 再加110 再加120 再加17乘12 那这个二约了 最后就是624 那它的平方5厘米 那这个面积来的 所以是平方5厘米 这样 好了 那这个观众题文的部分 就全部都回答了 所以我们这个加场 暂时都在这里结束 OK 那有机会再见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那就记得CLS comment like share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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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